甜甜甜 甜甜甜 店員的手停不下來 油亮亮的滷味 看了直流口水 過年想準備滷味當零嘴 其實不用跑到外面買 在家一樣可以DIY 東森財經新聞 找來有八年經驗的滷味達人 楊明利來交戰 蔥段薑蒜末下鍋 大火爆香炒出香氣 接著就要放入食材 你先炒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滷 會比較香 大鍋半炒雞腳 倒入調味料食 也有技巧 加了醬油 要加一點水 接著達人的秘密配方 只有要公開報給你 加了蜂蜜以後 它那個顏色會比較好看 所以要做到色香味之前 原來是蜂蜜 讓滷味更甘甜 滷出色香味 買一般的滷包來用就可以了 最後放進滷包熬煮過程 要記得不斷攪拌 才不會沾鍋焦掉 大火讓它滾 滾了以後你就開小火 讓它慢慢煮 那你可以去忙你其他的事情 經過一小時 油亮焦黃的雞腳就可以嘗鮮了 加了蜂蜜然後很濃 它的原味也吃得到 看路人吃得香甜 過年期間 不妨自己DIY省錢又能吃的 健康安心 東三財營新聞 小韓陳文堂與佳豪九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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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